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第121单元清王朝关外山陵风水的第三段 第三段我们叫清太宗皇太极或是金太极与清昭陵 那这昭陵就是皇太极的陵寝 那这个陵寝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这个陵寝它其实是关外山陵当中规模最大的 所以在关外山陵当中这个昭陵是最大的 然后湖陵是第二 永陵是最小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为它是在省阳北边 所以一般来讲也叫做北陵 那是后金第二代的大汗 也是把后金改成清朝的一个皇帝 所以清朝开国皇太极是这个昭陵是这个皇太极跟他的皇后 是孝端皇后的合葬的陵墓 它位于沈阳寺的皇姑屯 也就是皇姑屯附近 那战地面积有三百多万平方米 所以这个战地面积相当大 也是清朝入关前的关外山陵当中规模最大 气势最宏伟的一座 它除了藏有太宗、金太宗、清太宗之外 它还有藏有陈妃、贵妃、淑妃的这些皇妃 那是在清朝关外山陵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陵 那这座帝陵也是现存了中国最完整的这个古代帝王陵墓之一 也就是说在关外山陵当中其实都没有被盗挖 因为皇太极也是火葬 所以现在也变成全国文物的保护单位 那皇太极呢他是努尔哈斯的第八个儿子 第八子 他生于明万历二十年 在一五九二年的时候他出生 他曾经追随了他的父亲统一的女生各部 他创办了清政群 也是清朝名义上还有正式的开拓者 皇太极 他荣马一生当中征战了数十年 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厉害的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也是清朝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 他作为大清基业的这个奠基人 也是入主中原的一个创造者 他对清朝历史重大 可以说是呢 上城太祖开国之虚业 下起清代一统之宏土 这是写在清朝年的一副对联 他的创建者 在天命十一年 如阿哈斯去世 公元1626年 他继承韩位 到了天充十年 公元1636年 经过了十年之后 他把大韩去掉大韩称帝 所以他是 然后呢 把国号改成大清 把国号改成大清 通常改元崇德 所以呢 清太宗他的天充这个年号 他其实是在后清这个时代 大清的时代之后 他把天充这个年号改成崇德 那皇太极呢 他死在崇德八年 公元1642年 他德年 他当时呢 五十二岁 德年大概 在位了 总共有十七年 这个昭陵呢 他开始在崇德八年的时候 开始营建 他从德八年开始营建 到了顺治八年 才开始基本建设完成 那后来呢 也历经多次的修改 还有征修 呈现现在的规模 那这个建筑平面呢 他有一个特色 这叫前朝后寝 前朝后寝 我们知道呢 中国的宫殿 中国的城市布局当中呢 有前朝后寺的设计 但是呢 在这个灵寝当中有前朝后寝 也就是前面呢 朝拜 前面呢 是义政的地方 是朝拜的地方 后面呢 这是寝宫 也就是他的子宫所放置的地方 他的前朝后寝 他基本上是由南南北 由前中后三个阶段组成 他的主体建筑呢 而且他是第一个 建立中轴县的一个灵寝 也就是我们 如果仔细看这个清朝里 你会发现 他是在南北中轴县上 南北中轴县上 中轴县上 他占地有330万平方米 他的规划呢 他分成这个灵寝的中心 还有灵寝 还有灵寝前 以及灵寝后 三个部分 然后呢 他的自然景观非常的丰盛 但是在这里面呢 他是 这里面有个园 叫做秀芳园 这里面种满了非常多的花草树木 他是北林公园当中的园中林 他的面积有4万平方米 那他种植了近200种植物 近200种植物 而且各具特色 春天、春夏、秋冬 各有各的开放的美景 各有各开放的这种花草树木 所以这200多种植物树木 就让青昭林看起来 好像是一座大公园一样 而且在这个青昭林里面 他有小桥流水 有齐花意识 看起来好像江南的风景 所以在这个地方 青昭林每年都吸引非常多的游客 来这里参观 所以这个北林公园 就是青太宗黄太极的陵墓 青太宗 他除了前面之外 他也有一个下 从夏马碑到郑鸿门 他有一个滑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官外山林当中都有一个滑表 那因为有十四有十拍坊 那另外也有一个更衣的厅 也有一个吃饭的 有益政的 通通都有 所以他是比照 黄太极生前供殿的布局格局 所设计的一座供殿 那在这里面 他除了滑表 就是龙藤柱之外 他有夏马碑 有四座 有滑表 有一对 有十四有一对 而且分别放在两边 分别放在神道的两侧 那神道两侧里面 他有龙恩门 有月牙城 月牙城 就是他放陵墓的地方 那另外呢 他也有一些宝 宝城后面 有一座山 这个座山叫龙夜山 但是呢 他这个龙夜山 却是人工堆砌牙城的 也就是说 黄太极的青昭陵 他后面一座山 这座山呢 并不是原来就是山 而是用人工堆砌牙城的 他把他命名叫龙夜山 他把他命名叫龙夜山 如果他是在后山呢 我们叫天柱山 天柱山 这个黄太极的青昭陵 他把他叫龙夜山 他把他叫龙夜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关外山林里头 每一座 每一座陵墓的 后面的靠山 都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都有非常好听的名字 所以在这里面呢 他种满了非常多的树木 这些树木里面呢 有的被命名叫混黄树 有的被命名叫夫妻树 有的被命名叫姐妹树 有的被命名叫龟树 所以呢 他种满了非常多的松柏 非常非常多的松柏 那在昭陵的西册 还有一个建筑叫做呢 是一个贵妃陵寝 他是按照 安葬这个清太宗的 灰子的一个灵木 方正众多灰子的这些坟墓 那另外还有陪葬的墓 陪葬墓主要是安葬他的奶妈 还有对他具有贡献的这个伙墓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功臣赔偿之度 是古代灵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也就是呢 体现了封建亲王 誓死如是誓生的这种愿望 也就是他把他在世 帮他工作了这些人的灵木 这些人都藏在的这个清朝灵当中 那另外在灵区外面有长津阁 有官地庙还有典降台这些建筑 那也就是按照宗酌县的设计 从南北宗酌县的设计所规划 那在这规划里头呢 他也有一些在前面里面 他就所谓的大典的地方 就平常祭祀大典啊 或者是有重大典礼用的地方 用的地方 那典礼因为在清朝政府刚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国家的财户还没有那么强大 所以呢 他的设计思想 虽然体现出所谓的王前至上的概念 但是他的建筑呢 他的地下建筑呢 就做得非常好 但是地上建筑呢 就没有太多的钱修散 没有太多钱修散 那一直呢 到后来呢 一直到后来 到应该到了康熙朝 或者是到了这个乾隆朝之后 又嫁以修散 再嫁以修散 所以这个清朝陵 也是历经多位皇帝的修散而来 那古代的皇陵都有陵号 我们之前呢 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在东安以后 这些灵号的来源呢 才会变成吉祥寺 在东安以前呢 这个灵木呢 这个灵木大概都以地名 来当作灵木的命名 东安以后 这灵木的命名呢 就是按照吉祥寺 这吉祥寺里头 他可能包含了皇帝的愿望 也可能包含了皇帝一生的工业 或者是代表全民的期待 所以呢 这个朝陵当中呢 清代的这灵名 他多半都是他的幕僚大臣 多半是清天间 拟定好名字之后 然后给皇帝合定 所以呢满清呢 还有一项制度 所以如果这个灵 碰到跟地名相同的时候 必须要地名换掉 必须要地名换掉 这个叫避会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地灵 跟你的名字相同 或者是地名跟地名相同的话 你都必须要换掉 这我们叫做避会的这种制度 这个朝陵呢 其实历史上 这个朝陵也不只有清朝陵 唐朝也有个朝陵 唐朝的朝陵呢 是李世民的陵木 所以有人认为 为什么这个清太宗 皇太极的陵木 到顺治皇帝的时候 会把它叫朝陵呢 有人认为 有人认为有一种说法 就认为清太极的工业 可以媲美这个唐太宗 所以唐太宗的陵木叫朝陵 那我的陵木呢 也叫朝陵 这是第一种解释 那第二种解释呢 就是说因为呢 清朝非常相信左朝右墓的这种制度 所以呢 因为根据左朝右墓的制度 所以他就把它命名叫做朝陵 因为呢 这个呢 这是一种见解 所以清朝陵的命名方式 他可能有很多种的方式 而且很多种方式 那有 但是后来我们去看他的陵木呢 发现左朝右墓呢 他原来的左朝右墓 但是呢 这个清朝陵 如果以三个陵种的方向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永陵呢 在中间 他的左边呢 应该是朝陵 他左边应该是扶陵 右边呢 应该是清太宗的本墓 也就是说满清的三座大陵 所以如果以这个方式来命名 他叫清朝陵就不太对 所以呢 一般相信呢 用清朝陵这个名字命名的方式呢 一般人相信呢 是因为清朝的皇帝呢 认为皇帝呢 不输给唐太宗 唐太宗 唐太宗的陵木叫真陵 叫做昭陵 所以他也要叫昭陵 避免唐太宗的遗事呢 避免唐太宗的遗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清朝陵里面有朝陵十景 也就是说这个朝陵的面积非常大 所以在这里面有包括了 龙山、鸡雪、宝鼎、陵灰、山门、灯火、碑楼、月光 还有炸陵、烟雨、还有魂河、潮流 所以他在这里面有所谓的朝陵十景 可见这个昭陵 可见是当时是建设的 确实是美轮美奂 那在中间这个神道 通常神道就是神走的道路 神走的道路 所以一般人是不能走 不能从上面走过去 那只有真命天子才可以从这里走 才可以从这里走 所以昭陵的设计 就非常接近风水的接近的设计方式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关外山林当中 用灵它还有一点满足的色彩 这个湖灵也有一点满足的色彩 但到了昭陵的时候 它的地面建筑 基本上已经完全没有满足的色彩 唯一有满足的方式 因为这个王太极 它是火葬的方式 它是火葬的方式 所以在昭陵里面 就非常体现了这个风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是呢 这个昭陵呢 究竟这个风水究竟是谁 因为没有人知道 清史当中也没有记载 也没有记载 所以就有人说 满清人难道有风水大师吗 到底是真的有没有风水大师 我们不晓得 但是因为呢 这个满清的关外山林 看起来都是风水大师所设计的 但是呢 在清史当中呢 却完全没有提到 究竟这个关外山林究竟是谁设计的 我们在讲明朝的皇陵的时候 曾经提到 明孝陵呢 在南京的明孝陵呢 是朱元帐的大国是刘伯温所设计的 而在这个北京的皇陵呢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是由这个永利地的大 的风水寺所设计的 都有名有姓 但是唯独清林的究竟是何人所设计的 在清史当中呢 并没有发现 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人物 并没有这样的人物 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物 但是呢 他的设计呢 又非常符合风水的概念 又非常符合风水的概念 所以一般人相信呢 这个清皇陵的设计呢 总是有人有风水大师来设计 那后来呢 后来呢 有人在这个乾隆时代 所出版的一本书 所出版的一本书里头发现了 原来清山林 还有包括呢 包括北京的东陵跟西陵的设计者 都是同一个 都是两个人 那这两个人呢 这两个人呢 一个叫做杜如玉 一个叫做杨洪亮 一个叫杜如玉 一个叫杨洪亮 那这两个究竟是谁呢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 清太宗皇太极的 跟清朝林的故事呢 我们预备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休息一下 再跟大家分享 清朝皇陵的设计者究竟是谁 人们怎么发现 他的设计者呢 到底是怎么出现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 最后一段 清皇陵的风水诗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后会有期